大家好,我们是AABADER 我是安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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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来到了 Golden Mouth Complex 今天我们来到了 Golden Mouth Complex 听说这里有着在新加坡的小泰国之称 卖着各种关于泰国的物品 从美食到生活用品都能找得到 John,马上和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里的泰国风情吧 这边就是感觉到那种泰国泰国的feel 哦,泰国那场 泰国小鸡 刚才那边比较多吃的 这边卖的那种零食就比较多 我来到新加坡的酒店 不像这样子的地方 你竟然里面吃吗 恐怖,只有恐怖的感觉 Malaysia的Koring Bissan 我有吃过了 现在我来试一下泰国的Koring Bissan 嗯 很赞 它特别是带它的这个 看到吗 它那个白白的一粒粒的 有吃吗 嗯 然后这个好像是它的那个 葱头来的啊 葱啊 葱头来的 而且它味道很葱石很 很够味的那种 人家一包是多少钱啊 日外1.6个 平时我来吃多少是吗 之前是排场的晚 其实刚好现在是晚餐时间 所以我们去到的时候 是比较没有吃排队啊 它还是现点就现炸那种 嗯,烧烧的 可以看到它里面 它给的料 像那个炸鸡碎样子 我觉得这个很重点 因为它 它是带动整个 那个Koring Bissan 的那一个 我这边不可以讲Koring Bissan 因为Koring Bissan 是马来人的 它这个叫Golden Banana 对,Golden Banana 很香脆的它这个 你看它这个 你看它这个OK 你看那个炸鸡块样这样子 F Krispy 超爽的 你好像我们在嘅 车静人 在 Wahyu 然后看起来好不好 几乌 好,我们的第一道菜 再来了 真假配咖喱还有辣椒 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固满了超级多辣椒在上面 超级超级大致的真假 它的味道是很好吃 它的辣椒够辣 还有咖喱的味道很小 而且它算是一个冷盘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就是很在开胃菜 可是在你把这个生虾摇了几次过后 它就变成绵绵的 像泥这样子 我很接受不到那个口感 可是味道是很好吃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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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心 小心 然后它还有这种很酸酸的 那个爽酱 还是那个后面的那个黏牙 那个我还不知吧 嗯 可是吃起来我觉得很特别很 口感很好 我觉得OK 重点是虾也是很新鲜 如果不新鲜你这样也吃的话 我跟你讲啊 看来看来Andy 哇这个料还蛮多一下这个 同样同样 泰国就是同样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 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颜色有点不一样 因为平时我们在那边吃 有很多泰国摊 然后颜色都是会比较浓一点点 它那个年奶会比较多一点点 然后这个就是料还蛮多 然后价钱也是蛮贵一点点 12块钱 哇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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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我在外面喝的那种东西 跟他们说什么啊 它会比较浓一点点 然后这个的话是蛮很酸净加辣的 它的辣度很强 它的辣度比外面的强很多 我突然知道为什么它这么香辣 你看它整个饭都弄小辣椒啊 所以我猜一下这个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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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他们的辣都是超新鲜 我一直拉是吗 它直接 骨肉 咳肉 分离的那一种 你知道吗 超爽啊 证明它的辣真的是很新鲜 泰国炒锅条 它还是我们去到泰国一定会教的美食 它算是一个 我们 新马版本的炒锅条 类型 把它的锅条 我是不是超级香 超级瘦的那种 幽幽一条一条一条的 很像鸡蛋的味道 然后 你可以吃到一点 淡淡的甜甜的那种 他们的泰国酱料的感觉 会很倒地嘛 它的口味 诶蛮香的 有那种鸡蛋香味啊 豆腐吧 有牙在这边 除了这个炒锅的炒锅 等下我们还没吃到以前叫做 Frying Pig 它们有出品什么东西 等下再带你们去看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Frying Pig 这边算是蛮出名的一道菜吧 这个有点像 Omelade炒饭的感觉 然后我们现在马上铺开来 看一下里面的炒饭看怎么样 首先 麦香是100分的啦 就有一种看到了 就那种少女心的感觉 超香的 我不懂为什么 我一直吃到香菜的味道吧 我问鸡仔会不会喜欢吃这样的 因为鸡仔不太喜欢吃香菜 哈哈哈 我会吃到香菜比较多 而且 它的炒饭并不是我们那种法人的 比较那种一粒一粒 粒粒分明的感觉 它是比较 粘在一起的感觉 所以吃起来有点四四的感觉 不会炒到很干 它的 而且它放有一种 我不懂怎么形容 它有一种很独特的味道 有点 鱼路油的感觉吗 我讲不出它味道真的 法是非常的好吃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螃蟹肉 老板真的是不吝啬的 一碗是多少钱 刚才七块钱来一碗 一碗就一碗 我觉得还ok吧 蟹肉的这个 而且是蛮多的 我在这边新加坡 生活了那么久 我竟然不知道这个地方 那么那么那么的像泰国 很多网页呢 还有我听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说 这个Flying Pig 是非常非常道地 而且是接近泰国的味道 哇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牛杂盘吧 就是说有牛肉的各个的部位 有干的牛肉 然后还有这个红色的这个肉是 也是一个牛肉 是不是牛舌啊 然后还有一些牛肉丸 还有这个我非常的清楚 这个是牛羹 这个我们平时在马来西亚吃的 那种牛肉面的时候 一定可以看得到 它牛肉香味蛮香的 那种 那种超级香 超级香的牛肉味道 而且它这个牛筋嘛 它不会很硬 它蒸到全部都软软面面面的 你吃下去 你就是纯粹的发那种香味的出来的感觉 再来我们试试它的这个 这个辣椒红色 这个比较期待一点 看到它那个刮纹 我不知道是 是牛的哪一部分来的嘞 牛舌 它跟这个 还是一样的那个牛肉味道 只是它的口感不一样的 就是粘的 这个是 比较有点半肥瘦的感觉 再来就是这个 瘦肉嘛 很像牛肉片的感觉 其实它这边呢 它有附赠了这个辣椒 直接夹的 所以我们直接 章来试试一下 一起吃 跟这个牛肉片 因为我的 是已经准备要辣了 就是我的舌头 已经准备要迎接辣味道 要进到我的舌头 可是一来的时候 诶 有点酸苦的感觉 它不是辣椒诶 我懂什么诶 这是泰国辣椒吗 不会辣的 没有什么辣味的 不是local的味道 不是 没有这个味道 配在一起的话 那个牛肉味道就 有点消失掉了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 你可以点那个 像我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吃烟味 烟味的话 是超级超级的 这个牛肉片呢 牛肉味道就没有那么的重 它比刚才那两个来的更低 所以你就只是单纯在咬那个 嚼劲的牛肉吧 没有什么 太大的差别 把这整盘的话 我非常推荐的 这个牛筋 跟这个 我不懂是叫牛舌啦吧 这个这两个 就真的很好吃 这盘 牛杂 大盘呢 它是卖价是15块 你说它是15块 如果你是 beef lover的话 千万不可以错过这一盘 在这边 除了可以吃到正宗泰国美食之外 在这边也可以找得到 各种各样的泰国零食 这个 很出名啊 这个 花生 你还知道吗 过年我每次都有吃 找到了 这个 就是这个 九十十七 拿来看 我们拿一罐吧 Andy 终于找到他想要 这个魔法师 刚才我一字讲的 这个在泰国 这个吃了肚子虫 这个不是干啥 不是干啥 不是干啥 它的辣肚子 不是一般的辣 是超级超级辣的 这边还少了一个东西 我刚才每次都去泰国 一定会教的 就是那个 三角的面包 哦 这边就找不到 这边就找不到 这边肯定你 咱们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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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吃完了 这个 Golden Mouse Complex 里面的部分的美食 我们吃了非常非常多的 道地的泰国美食 然后我们在这边 就完全是可以体验到那种 很小泰国的那种feel 虽然它的环境给我的印象 没有讲很干净啦 就感觉让我有点像是 泰国小巷的那种feel 所以就有少少让我想起 泰国的旅行时候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里面超级热闹的 而且我觉得食物的价钱 也算是蛮中等吧 然后像今天我们有吃的 这个Flying Pig 也是我们one of the restaurant 我们蛮推荐的 对 然后其实它在里面 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 当泰国餐 对 如果你们觉得Flying Pig 不好吃里面也是可以去 试一下其他的 但我们今天recommended 这个Flying Pig 你们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尤其是它的那个 鸡肉炒饭啊 那个真的是不错 对 吃这些泰国餐以外 它还有姆克达也是很多 他们的料是超级超级多的 还有很多虾啊海鲜啊 虾不是小吃的 是超大吃的那种 不过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tips 要给你们知道 尽量在9点半之前来啦 因为我觉得超过9点半了 很多店几乎都关到完了 对真的我们 其实想带你们看看一下 这个这边的一个Tai Supermarket 它就是里面卖非常非常多的 还有泰的零食还有饮料 对 所以我们在里面 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已经 接近要关门了 我们只是大概逛逛了一下 就是这样啦 这边 Overlaw这个小泰国的体验 的确是有 有cash到我啦 真的是 可以feel到泰国啦 我们讲 fake版的泰国啦 这个啦 OK啦 真的是泰国的feel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知道 这边的地址 就是我们会把link 所以放在discuition里面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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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